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今次的赛事就是五月份最后一次的沙田赛事 跑完这次,下次开始就会举行黄昏赛 大家留意到时的开跑时间,各方面的公布 今次就是贵来的第七十四个回合 就会跑2,400米的借打杯 今次是11场的,就用全阔的A跑 11场的赛事,当然提早点跑 12点半就会开场 赛事的图程今次也有多少? 也有6番的,即6种不同的图程 2,400米真的没有什么 是,一季都很少 先看看累积多宝,让大家开心一下 CN3T,有660多万的累积多宝 另外,六环彩六宝掌那边有超过1000万的累积多宝 看大彩池也提及更改大彩池的情况 11场大家都留意,就不是平时谷草 有5口的Mati,3T就5、6、7场 其余三宝和六环彩就不变了 也看了今次选了哪两位骑士 大赛都是不离这两位骑士 就占优一点的 当然星期三大家都见识过 新骑士大文高的新手 但我觉得暂时的支持度 或者练马斯的沟通和马匹各方面 都是这两位就会胜一点的 尤其是潘顿,每个都有机会数虎 跑得好一点,随时赢几个都不出奇的 何宅耀星期三刚刚身体不适 退出比赛 但星期四早已经立即来跳马 看来身体状况应该没问题 顺利能够出赛 应该都是这两位成为骑士王的乘数较高 另外停赛骑士就有一位 就是华将的周俊乐 至于马房方面 跑回沙田的日赛 亦都有大赛举行 看看选了哪两个马房 选了沈集成 刚才说了 有场遮打杯的大赛 浪漫勇士出来跑 另外赫尔马房 其实出马数量都算多 有些马头过出来跑 看看会不会有惊喜 看看他们两个阵容 沈集成一对浪漫 浪漫风采 又浪漫勇士 其他老马头过来的 第五场的第欧宝宝 再数下去 金火满底 第七场第一次出赛 其他的马 尾的两只又判顿 第十场黄黄神区 第十一场打黄牌 跟第豪宝宝一样 是喜连勇敢 另外赫尔马房 总数有七只正选马 打黄牌有第五场 快狠准 第七场缩情加眼罩 一绝 其他有蓝色猩猩 有保护拳 第三场特弓 又转配被沙田日马草地施 另外十一场是快博 其他马第二场的竞区 第九场的争友 甚至第十场好拍档 这些都是飞马 特别的就不多了 有多马看 多神粗 多试集看 看马有透唱赛事看器 透唱赛事就是新马赛 今次不是跑直路一千 跑转弯的千叶路程 状态较为省 是二号这只太容易找 配备改动 六号马的富喜来 今次又移动配备佬 先脱面箍 但抄抄的鼻箍也脱了 巴佬的时事利高 初次摘离 另外九号马的电子精彩 就是初用这个环形 可不可以 先看这只蜆星宝区 说真的 是否特别聪明 我真的不觉得 不过 也算是头马 一千赢完 转一千亿 这个都要重大的挑战 蜆星辉煌 蜆星辉煌 整天记住那只 这只也可能很棒 先看看这些试集 前面戴头 加眼罩的太尔韵 但今次 他没有这个配备 守住第二 掌金大少 一路数下去 快狠准 超敬日子 尾尔帖蓝 金刚石 5月19日 就是上星期的 泥地集 镜头 包括那只行进之暴 不知道有什么事 这早集 他又完全脱了 不肯追 但之后又正常跳回 没什么 这个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尾尔有力 退役了 前面太尔韵放道 大力骑 那只掌金大少 也追上来 快狠准 跟着他上 这两只都试得不错 金刚石 也追回 那只掌金大少 好像比之前 有进步 这只太容易找 那一货 雜有眼罩 很难计算 又贴到蓝 不过我觉得 它是能力 或者来得快些 上场 上场 你看他金宝 就知道了 这只 超敬日子 又是五鹏志的三只新马赛 一定会报 三只都有份跑 力道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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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没有部份的马跳功夫都影响了 我觉得那些翻步都不利落 好 一对就是吕健威的马 近击二六零 很劲力 外面就是蟬盛辉煌 上个星期 就是几日之前 不是上个星期的拍跳 大家同道顺着走 我觉得走势 以蟬盛辉煌熟 因为你看到他都是側起一边 因为没有换到脚 这伙跳 就叫做有正常操 但好像进度上 如果你这样计算是二一这些马 甚至乎数到七 我都觉得比他好 再来就富起来 这伙也落去草地搞习 上次我赛前 在组织先机也提及过 他加了个面窟 入闸出闸就很大脾气 结果出来 有健康有试 有痰 好像就输了 现在也要脱下面窟 交叉鼻都脱下了 好了 掌金大少 我说过了 刚才你看到那个大闸 真是摆有潘顿上去试 我觉得他真的试得好过之前 如果整组马计 他也是一只要选的 这只叫做士士利高 他都跑过 但动作非常生硬 特别是昨天早上 我看他下去草地 怕蛙子马騎下去 好像不太懂得跑 这只马还是很新 你看到他用配备 和下场跑都完全不同 士士利高的走入 外面黄衫的一只叫喜喜利高 士士利高 现在下场跑 就只是扎你 外面还有一只电子精彩 都可以看起来 电子精彩这个闸 其实我觉得 应该要试得再好些 我不会计算前面那只很厉害 那些马 他自己的翻步 或者换脚都 开始没有了 接着摆在一边 又不换脚 其实 最后的几十米 我都觉得他已经不多 有了近外难的场地 应该可以再试得好些 再看这只电子精彩的单条 它是一只很粗身的马 还有大杂 试跑的力度明显不够 跳起来有点忠忠忠忠的感觉 还是在学习 你看看耀宝区 如果跑了第二 那没办法 如果这样神操这些形态 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 快马加鞭 靠近海旁那只 昨天出门就轻轻慢一点 这只快马加鞭 但它的停货都很久 十一、十二、一、二 都有停货 头场的赛事 跑新马的1200米 十一只马也是初跑1200米 路程上就会比较难计数 新马有时可能抽个内篮 帮到它们转弯 就可能会占仙少少 除非是快马 如果快马排外档 就会好些 我觉得这一组 我就选了一只六个马富起来 这只马的配备 看来对它有少少影响 我不是说上次有谈的问题 而是这只马的情绪 它昨天下落除了配备 除了靠杂鼻枯、面枯 入门是正常的 出门也没有东西 我希望它可以交回之前的水准 就尽量帮鄭俊伟 争取一些头马 另外有见进步 就是7号 掌金大少 这只 它是最惨的排了一个外档 可能迫着又要抢 它试习 其实它不是想自己带 想试一下跟马 但是排十档 可能又要走前些都未定 二号的泰尔寅 应该用何宅遥 发挥会截然不同 那说真的 如果你说泰尔寅 上一次这样跑 或者什么 你说它的心理质素未够 什么都好 始终你是 好像很大压力 一出已经那么受触目 的确好像 跑得失色一点 应该可以再跑得好一点 因为那只马 可能都已经一直 是这样挨进去 好像 发挥上面 根本没有真正 给那只马 可以用得到 那怎么也好 拿个经验 希望再好一点 戴眼罩斯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 总而知你那个大闸合格了 它放在前面走 其实这一只 在这一组马的进度里面 是最好的一只 只不过因为上场这样输了 好像令到很多人失望了 又或者形成了其他马 在上场赢了 就好像叫得高了 譬如1号马 我觉得已经是 那我的排序就是2 1 跟着 其实我很喜欢7 但是因为7号马 排了这个档 我觉得它进步 但是这个档 会对它有影响 所以第三选 外了6 反而除了配备 这只马 我觉得现在 所以就2167 头场初试 都很简单研究过